完美告白 你好 你好老师 你发型太有意思了 甜甜圈 甜甜圈 我感觉像那个葫芦娃里的蛇妖 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尹苏丽 今年25岁 为什么会这样的装扮呢 因为我这次来到完美告白 想给父亲交一份特殊的成绩单 还光着脚是吧 对 这跟交成绩单有关系吗 我想先把这份成绩单交给父亲以后 再回答您的问题好吗 好好好 那我们先看这份成绩单是怎样一个呈现方式 尹苏丽从小跟着父亲学习柔术 二十多年来风雨无俗 今天尹苏丽来到完美告白舞台 选择表演这段花木兰替父从军 希望能向父亲交一份合格的成绩单 鸡鸡腹鸡鸡鸡 木兰当虎之 不闻鸡鸡舍 维闻女叹息 如今图决大军 犯不决 来势汹汹 国家新亡 屁肤有 你爹他是一个救命 他应该懂得继续道理 倘若你真的疼他的话 就不要让他当个说头一头 让他冒失 中文字幕志愿者 爹 你不要去 我不要让你去 这是生命之家伤的女人 我不要去 你不要去 你不要去 我不要去 我就是救命之家伤的女人 我不要去 诶,感到你明知会死,你还笑去吗 一个战士,能够战死在沙场是他的光源 该你上场,不上场,那是事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爹,你让女儿去死,女儿替你上尖沙地 身世亏本,致比男儿高 带父同军去,不胜福复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今天表演这些所有的节目和对父亲告白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因为我的师父就是我的父亲 我父亲以前是杂机教练 然后从小就跟随父亲一起学习 直到今天我站在这个舞台上 每一次登台 所获得的荣誉都是父亲所给予的 我说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你怎么一直哭啊 你说你交出一份成绩单 你是挺高兴的事啊 这父亲看见了应该会高兴 你怎么老哭呢 因为父亲他已经学习了 君们已经在这里了 以后来我希望你不意带 我赶悟了 谢谢你 我赶了 后来 你知道吗 我赶了 你 我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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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走了 我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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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我母亲就坐着轮椅在门口这样看我进电梯 我到现在最记得的就是她看着你的那个眼神 因为我回去之后我也没跟我母亲说上一句话 她也是脑溢血突然栽倒在灶台上走的 也没有来不及时间说最后一句话 我的母亲在08年的时候因为一线癌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当中就突然间去世了 其实我和我母亲有共同很多的承诺或者是梦想 需要共同去完成 比如说我的母亲想抱抱她的孙子 比如说我曾经跟母亲说我要带她到多少个国家去旅游 但是很多都来不及去实现 但是今天我不再悲伤了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在不断的按照我母亲的希望 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成功 用我自己的努力让母亲看到 我觉得你也一样要让自己的父亲看到 作为一个父亲来讲都是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过得好 再加上你有这么一份好的成绩单 我相信你父亲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有安慰 你把自己过好了 对他就是最大的安慰 事实已经无法挽回 但最关键的是咱们日子要过好 咱不说别的了 这个告白可能比较特殊 我不会站到旁边让他一个人告白 因为他没有告白对象 而他的这种告白和我们很多人 有过类似经历的人 都是有共同的感受 我们在场所有的人 在接下来 如果你们的父母不在身边 或者他们在远方 我相信你们也一定有想要跟他们告白 把自己的成绩单展露给他们看的这种想法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共同感受 引肃力的感受 让我们一起随着他的话语之声 都跟自己的父母告白一起 好不好 接下来是引肃力对自己的父亲的告白时间 小时候感觉 父亲像三 可以依靠 也有恨他 没有让我读书 看别人 小孩都去上学 有书包 有课本 有铅笔盒 我小时候没有 没有想过要一个书包 拿把一个铅笔盒 我都会很开心 但这些都没有 有误会 攒零花钱 几毛钱 记得很小的时候 铅笔盒子五毛 攒了很久很久 买了一个铅笔盒 一支铅笔很开心 虽然我不会写字 你更多的要跟爸爸说 你现在怎么了 你要让爸爸放心 爸 我现在很好 我想你 应该可以看得到我现在今天的成绩 我在一步一步往前走 是你让我学会了勇敢 与坚强 让我学会了能自己支撑一片天 可以给弟弟 给弟弟读书 让妈妈不能我操心 我会成为你所期望的那样 爸爸 我爱你 谢谢你给我的一切 这个女人太坚强了 太能忍不是什么好事 我感觉你刚才说 爸爸我爱你 你这声音还是憋着的 你没有放开来说一声 爸爸我爱你 好不好 爸 我爱你 对 我爱你 你怎么这么造人 留下我在这 keyword上的那件事情 不知道未来 还会有什么奉献 我想要紧紧抓住他的手 妈妈都是我希望还会有 看到太阳出来 妈妈笑在 天不还不爽 我不知道 在场的观众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 长这么大 有没有对父亲和母亲 说过一句 我爱你 其实现在就可以 对他们说我爱你 没有在身边 没有关系 一个变化 很简单一句话 为什么在节目当中说呢 在生活当中可以说的 都是中国字 都是我爱的 好 回去好好过 有什么成绩 再跟自己的父亲汇报 如果将来有了爱情 也可以到这来跟我们汇报 我们可以帮助你好吗 好的 谢谢 谢谢你 秦辉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完美 告白 小心 丧失亲人的痛苦 虽然会随着时间的流失 慢慢慢慢越来越淡 但是 他始终在我们每个人内心 但我们要的不是每天去 非常的缅怀他 而是告诉他 咱们都过得不错 都挺好的 这对他就是最大的告白 好吧 来用掌声信给所有 离开了我们的亲人 父母 祝福他们在天堂 都好 掌声有请 下一位告白 接下来要告白的是 来自北京的老赵和老李 两人同住一个小区 经常在小区广场跳广场舞 令人意外的是 老赵和老李 先后跟小区一位陈阿姨 学习跳舞 而且同时喜欢上的这位陈阿姨 今天 两人一起来向这位 广场舞认识的陈阿姨告白 陈阿姨会来到现场 并接受他们的告白吗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两只这么有力的大手 来我们每个人都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李峰 今年58岁 我今天主要来是向秦苏勤告白的 大家好 我叫赵晨 我是向我的女友 我的舞伴 陈苏勤 做内心的告白的 为什么要说那么重 我的女友 那是我在先们 以后你也不知道了 那我想问一下 你们俩告白的 不会是同一个人吗 还是一个人 我到今天到店里来 向陈女友告白来 是我先跟蓝牧多打电话 说的 到这来是您先跟我们打电话 我先就来的 他怎么听这信的 谁要跟着我来 好 你不是都给我搅和了吗 这次我怎么来的 我说过这个 有一天不是谁给我打电话 生人 你是赵先生模式 你哪的 电视台的 电视台的 我跟你有什么关系 他说这个 李先生 现在要上一个电视节目 他说 就要跟小陈 说心里话 我 他说心里话 怎么我出去几天 他就上那来了 跑这 这不行 我得来 准备说什么来的 我要把真相 干给大家 所以我也来了 有本事你别来 你找别的事说的 不来不行 这平台多了 你对不上这来 这个 粘人不好斗 粘人不好斗 不想要这么烧来 你看挺木木那的 其实这活干的 真漂亮 真漂亮 所以我必须得跟上 对 必须得跟上 我不漂亮就被你抢走了 对啊 火药味十足啊 您先说说你们的故事 是这样啊 我呢 退休以后 反正我一直单身啊 退休以后 跟一般的退休职工是一样的 整天就是 做饭 吃饭 睡觉 溜弯 把他看着广场 这些跳的交易舞的挺好 又健身 我也想学 但是 我这小脑不大发达 这玩意儿 这学跳舞 费劲 挺费劲的 我就跟边上 我就自个儿就这么着 是吧 有跳舞 学跳舞 不这样吗 我就这么瞎比划着 有一天呢 小池上我跟茶来了 说大哥 您在学跳舞吧 我说是啊 我说没人教过我 他说我来教您吧 哎呦 我人家躲 我都躲不过来 他怎么主动找来了 我这女人真好 这个人呢 体现什么 贤淑 善良的性格 所以给我印象特别好 这样的女人都习惯 是 但这年龄 你不喜欢了 太大了 我喜欢 我们喜欢 不是你那种喜欢 然后呢 一来去呢 我们俩通过相互相的接触 就是互相了解了 有相近两个来月了 越了解越角度人好 您什么时候认识陈阿姨的 我比较晚 可能一多月左右吧 我是刚搬那小区不久 每天晚上下去溜达 哎呦我看那么多跳舞的 我说我也学一学吧 这个又健体 又那个又娱乐 是吧 挺好的 健身 我一问啊 正好是 齐鲁琴 正好我缘分 后来我一问 他小车还真不错 他呀 真耐心教我特别笨 我跳舞学得慢 那你什么时候喜欢上他 我喜欢上 就是说 看他五次以后 在接触以后 我觉得这人气势挺好 我觉得跟我挺般配 他嘛 虽然那么大了 身高体型 外貌都不行 我十天有点好感了 知道吧 咱也不 咱也因为人家没意思 我能看人家 人家意思不是明显 对不对 所以我呢 有好感 有好感就得追求 对吧 你怎么追啊 借机会老跟人跳舞学嘛 人都借机会 我都聊一聊 我倒想牵手呢 压一马路 六里公园 还没这机会 他又给我乱来了 你刚才怎么办 他出现了 对 情敌出现了 他到我 对 情敌 他到我啊 像他的了 什么叫你啊 你算干嘛的呢 谁都可以跳 谁都可以学 那我想问一下 你们双方的子女 都支持吗 都支持 您孩子是闺女 还是儿子呀 儿子 儿子 你要幸福 我就幸福 希望你能好 你能君上阿姨 你就追 这看你本事了 好儿子啊 您是闺女还是儿子 闺女 闺女支持吗 支持啊 为什么让我搬他那住去呢 就怕我不单 也谈过说 你要找碰合适呢 就看着合适 就可以发着发展 下面我们也放心 您有人照顾 我想问一下 你们俩在这个分数上 身子骨谁最好啊 你能比吗 我身体健康 掰不完你试试 掰不完 我们这样 我们做佛生试试 可以啊 看谁做得多 没问题啊 好不好 看谁老当益壮 好不好 比不比 我咋比还多啊 真来 没问题 不要硬来啊 千万别扭了腰啊 伤个腿胳膊 那不行 那不行 咱就马上起来 行不行 开始啊 你给我出单前 我被大抵退啊 好来 没关系 好 没事 那您这样 你可以 您可以让赵叔叔 这几个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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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好吧 准备 准备 开始 一 二 三 八 行了吧 九 十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一 二 行吗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 二 二 来 来 来 行行 他有不软 他不软 两位叔叔 经过我们验证之后 身体素质确实不错 58的62 能做20多个服务程 确实不错 而且很标准 为你们的毅力 我们鼓掌 两位叔叔 鼻也鼻了 说也说了 吵也吵了 表露也表露了 擦擦汉 这个准备好 一场战争即将爆发 这个待会儿我得躲远一点 我们一起非常期待 你们是两个人共同去开启告白之门 还是让一位先来 当然我想 可是他老出风了 那你们俩石头剪刀部呗 那我就让让他吧 哦 这么高风亮节 你也帮来这个 你呀 你这 他叫虎肉剑 所以啊甭听他的 咱们一块来吧 怎么样 我看你们这样 我看你们石头剪刀部吧 好 那也是 来不来 来吧 我们一起哈 来 石头剪刀 布 好 李叔叔 站往这 来 我先问你们两个几个问题 陈阿姨如果今天不来 不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 接受你们的告白 你们会怎么做 如果他要不来 我会当地找他去 您呢 我去他家 您去他家 代表白 哦 赌家门了啊 如果陈阿姨今天来了之后 到了舞台中央 却不接受你们的告白 说我对你们两只是纯洁的友情关系 接下来怎么办 不接受就不接受吧 那您怎么办 但是我们还是朋友 我下边再下功夫 再努力 哦 一定要把他追到手 哦 还是 还在背后再努力 不死心 赵叔叔您呢 我要继续努力 继续 直到胜利为止 好 最后一个问题 陈阿姨来了 接受了你们的表白 选择了其中一位 不管是谁 失败的那一方 和成功的那一方 将来怎么处 还是好朋友嘛 真的吗 那绝对是 李叔叔呢 要是这样的话 选择他的话 比如说啊 我非常遗憾 但是呢 在没成功之前 我还是不能放弃 我还跟他是 他会接手 老赵和老李的告白吗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接下来 好漂亮啊 我是天生丽志 谢谢 您今天知道 到这来是为什么吗 实际上吧 今天我确实想来一趟 因为呀 平常呢我们都是退休的 然后大家都喜欢活动 但是现在我也碰到一件难事 就是我左右这两位男士吧 每天在我晚上去跳舞的时候呢 我要跟这位哥哥跳舞呢 这位哥哥生气 我要跟这位哥哥跳舞呢 这位哥哥生气 所以现在弄得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附老师 您说我应该怎么办呢 您还说怎么办 就成阿姨这风韵油存的样子 要是再年轻上几岁 这80907060 全都给您闹出大别扭来 我这儿 实际上读老师 我跟您说吧 这两个哥哥对我都挺好的 你看看这个赵哥 他齐琴书画 样样精通 然后唱歌跳舞特别好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回到了 那种年轻谈恋爱的感觉 李哥带给我的呢 是一种特别安稳的感觉 特别安稳 他呢属于那种居家过日子型的 把他们俩捏一块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 那我问一下陈阿姨 其实您也单身很久了 一直以来想过找老伴吗 因为我们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 到我们这种年龄呢 找的是老伴 什么叫老伴呢 就是你看有的时候 我们到外边活动一天了 然后回到家里以后 做一碗面或者做一碗粥 做到饭桌前你吃 抬头一看 对面是空的 如果这个时候要是有一个人跟你说话 我感觉特别好 说说话 然后有的时候呢 在旁边看电视 回头想跟一个人聊天吧 但是旁边是空的 这个时候特别特别想找一个人说话 实际上这两位哥哥 跟我都挺能说得来的 他们俩在我的心目当中 现在都挺重的 那个怎么办呢 我比较喜欢赵叔叔 我感觉跟他在一起 应该会很开心 其实作为子女的角度 我觉得我都很赞同他们来告白 但是因为赵叔叔太能说了 我觉得李叔叔显然 就显得很弱 所以的话很多感情的东西 可能爱的一些戏集 就没有表达出来 但是从那个精神层面来说的话 我觉得我也相信李叔叔 是一样的爱我们的阿姨的 所以我支持李叔叔是这样 我觉得我们现在每一个人 对于爱情有的时候 都是一种要快餐式的 你两个月 而李叔叔只有十几天 你十几天你就确定 你爱上他们吗 是不是稍微有点快乐 只是说喜欢 单行不说爱上他们 喜欢好感 帮你不发展 我觉得生活 过生活就是平平淡淡的 才是真 其实在一起 要的就是那份踏实安全感 可能女人都喜欢罗曼蒂克 都喜欢浪漫 时不时的给点鲜花 给点礼物 给点惊喜 每个女人都不会去拒绝 都会很喜欢 但是生活我觉得 还是以踏实为本 说得好 我就是她的日过日的人 普通人会做饭 谁说几度夕阳红 只是近黄昏 他们也能迸发出自己的热情 很显然 赵叔叔是年轻人的 澎湃的攻击模式 李叔叔是默默无闻 奉献的这种模式 到底哪种方式能够掳获 陈阿姨的芳心呢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 赵叔叔和李叔叔的告白时间 小陈阿 今天我终于借着机会 说说我压在心底好长时间的话 我喜欢你 自从咱们俩通过跳舞 结识以后 经过比较长时间的互相了解 我发现咱俩的共同点太多太多了 咱们都喜欢音乐 喜欢活动 在日常中 互相关心照顾的同时 一起 一时间 唱唱歌 跳跳舞 有时间的时候呢 驾车出去旅游 照好多好多漂亮的照片 回来呢 我会用电脑 咱们制作精美的相册 一块欣赏 回忆 我虽然 稍大了一点 但是 我有一颗年轻的心 咱们在注重物质生活同时 更重要的是精神生活 要活出老年人的精神力来 所以我希望 咱们能够携手 慢慢变老 携手 共享咱们的退休生活 我希望 你能接纳我 父亲 虽然我不够浪漫 虽然我不是最好 但是 如果你和我在一起 我会每天拿你当知己 永远地呵护你 照顾你 如果你和我在一起 我会天天为你做饭洗衣 你不爱吃鱼羊肉丝吗 鱼羊肉丝我天天给你做 你不是爱吃饺子吗 我天天会给你包饺子 如果你和我在一起 我不仅要学过跳舞 而且超出那些男舞伴 让你为我骄傲 如果你和我在一起 我会让你每天幸福快乐 享受不同 丰富多彩的 满年生活 我先请求你答应我 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爱你到永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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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都特别好 在我的心目当中 你们两个就是我的大哥 是我的特别好的大哥 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 我都没听到这样的话 听到以后 真的心里都特别特别清楚 但是 但是我想告诉你们 我现在还不想往前走 十多年了 我自己已经过习惯了 但是现在不找 我代表以后不找 等以后机会成熟的话 我会往前走 我希望咱们都做好朋友吧 等以后 等以后我有什么难事 求让你们两位 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大家好 我叫王英 我今年50岁了 我今天站在这舞台上 一个就是说是 向我妈妈告白 我爱她了 这个就是想点忏悔 趁我过去不懂事 我给我妈就是从小关系 不是太好 以前就是说实话 我也不怕你们笑话 我就钻了钱 以前你对母爱是怎么理解的 以前的你是个怎样的人 有我们家姊妹四个吧 我姐姐是老大 哥哥也特别骄 我当我就是11年的老小 当我就是11岁的时候 有个小妹妹嘛 然后我爸爸妈妈 我感觉我爸爸妈妈就忽视了我 我见我妹妹 妈妈对我爸爸 对我妹妹好 我吃醋了 我妈妈 有时候就看不惯我 一打我 我都打我妹妹 反正我就是要倒着来 你们要我怎样 我就不怎么样 对对对 可以说我就是个 不孝之宜 我就是我爸 我爸爸妈妈心伤透了 因为是 你说是我 其实我真的太自私了 因为是我借我爸爸的班 当时我哥 我姐她家乡嘛 就没让他们接班 给我那么好的工作 但是我没有珍惜 我趁爸爸妈妈就回老家 就是看我外婆的时候 我就奔着轻易留职 所以我妈妈回来 已经来不及了 她一直就 到现在你说 如果你当时不下海 你也不会得癌症 因为我天天出于 十万女士规律嘛 现在 最让我呢 就是出动我 就是在我生命里边嘛 第一次就是通大便的时候嘛 妈妈就是 那时候就是大小便失禁嘛 然后妈妈总共就是抓死 就是给我擦死 三十多次 当时胳膊腰都抬不起来了 但是我妈妈妈 当时我哭了 妈妈妈妈 你不要给我擦了吧 她当时就是说了四场上 其他恨 我不相信你还拉 她就给我打着便嘛 一会儿擦死 这不是 当时我心都快碎了 我当时 我真是无底自容 我想真是想碰死了 其实我现在这几年 我一直有心结科悔悟 但是一直不好意思 给妈妈就是 忏悔 而且我这人吧 也不说矫情 光想妈妈 抱抱我 我爱你 抱抱我 就是特别生命的时候 抱抱我 那妈妈也 也不善于表达 我俩从小没有我肌腹之心 就是我拉个手 她感觉都是一点 不自在 你自己是个妈妈吗 我 我是妈妈 我有个儿子 年二十七了 那你应该 从你当妈妈的那天起 就应该 开始理解你母亲对你的爱 怎么会这么晚 到自己五十来岁的时候 才理解 我以前说实话 眼里只有钱 没有亲情 没有友情 我觉得我现在说实话 我真不是人 我现在是真不是人 真的不是 我以前 我前四十多年 我活了都是 不是人的生活 要说我不是上大病 我现在 说不好听 我那样死了 我觉得我一辈子 就是 现在麻也还不值钱 她是个被宠坏了的孩子 你想她是母亲啊 她应该自己 做母亲的第一天开始 就理会 体会到母亲的不意 还要到五十来岁年纪 才体会这个吗 我妈妈走那天吗 我去大海上公园 上公园去旅游 也说出外园去了 结果呢 回来就没有感到抱我妈妈 明明我都懂得这个道理 疼小的不能超过疼老的 可是为了孩子的满足 我去玩 回来真的很遗憾 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现在对孩子的希望 正是我妈妈对我的失望 我真的对不起我的妈妈 我希望你不要做我 我觉得人生当中有两件事情是非常让人遗憾的 一个是来不及 或者是无能为力 我觉得你现在还来得及 来得及的不仅仅是母亲给你的一个拥抱 或者是你对她的一个表态 更重要的是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你会为母亲做什么 以及你自己在未来生活当中的各种表现 希望看到这样的东西 我们有的时候太注重自己的感受 而没有去注重父母的感受 才会这么自私 你差一点刚才这个病痛 你就迈不过去了 你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有时间说出妈妈我爱你 但是你现在有这样的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来开启告白之门 好吗 有请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恩键团 在开启告白之门之前 问到你几个问题 如果妈妈一再地拒绝不来到这个舞台 不接受你的道歉 怎么办 但是我觉得我站在这个舞台 我也挺有意义的 最起码我大胆了 就是忏悔了 而且我就说出我对妈妈的爱了 我希望你所有的年轻人 所有儿女 都陪陪爸爸妈妈 所以就不要到了是 仔细笑而亲不在那种 伤痛能够遗憾 三十多年前 父母给王英安排了好工作和好对象 然而叛逆的王英 为了父母辞掉工作 并且自己找了个对象结婚 但事实证明 王英的选择是错误的 如今一夜五十岁的王英 身患癌症后 才幡然信物 今天来到现场 向七十多岁的母亲忏悔 那么母亲会来到现场 接受王英的唱会吗 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四三二一 请按键 金润珍珠提醒您 召号继续收看 完美告白 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四三二一 请按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婚姻 她的工作都超了钱 她的婚姻 她的工作你都超了钱 结婚以后脾气活不赖 经常打经常老 老他要离婚 我还是不重要离婚 他偷的离婚 我都不知道 你是不是心里 原来曾经想过 他不听话 大不了我以后 就不跟他往来 我就不管他 他妈的没有这个想法 要有这个想法 我就不管他 他妈的做不到 再不小心孩子 都做不到 他妈的就是 手把手被都是 独凶孩子 他怎么 再再坏就孩子 你还是想他好 你还是想他好 没办法 实在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 不能不管 所以这次 他得这个病痛 得癌症 你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内心是什么感受 当时他接 他接闲子上 不敢跟我说 不敢跟我说 就是到医院以后 准备做搜索 他接跟我说 我在医院门口 我想到 我还想 有个网像 我想到 不会是癌症 你一直听到 那个医生喊 五床 王英 直上来 我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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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是王英的 告白时间 妈妈 首先跟你说一声 就是 对不起 从小到大 我一直怨恨你 甚至说是 我在别人跟上就说 要不经常跟别人说 妈妈不疼我不爱我 但是我知道那时候 你对我好 但是我光想 但是我最渴望 还是向上你抱我一下 一会你知道我知道 老公来抱 儿子抱 都没妈妈抱 温暖 是 你都还让我 从里面重生了 妈妈 你看我两次生命 我真心的忏悔 我再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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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在家练歌 我自己发话 我不哭了 还不想得多了 我不想不想得多了 一年八十一世的 真笨事才行 别再哭了 百善有少为先 不挨妈妈的人 所以我身上癌症 我就是说抱怨 妈妈抱怨 因为我就太自私了 老天子对我的惩罚了 你看见这母亲 这父母跟小孩一样 钻在那个女儿怀里哭的时候 这份心里柔软的地方 马上被触动 妈妈刚刚说了 妈妈说要看你的行动 不要光嘴巴上去 你今年五十岁 在接下来的日子过程当中 一定要抓住每一份每一面 来体味人生 来想一想这些年来 自己的所作所言 尽最大的可能 让母亲和你都幸福 所以说我感觉是 活着真好活着真好 如果不活着 我都可以说 我一辈子没有时间来向妈妈忏悔 没有时间 妈妈真狠 还挺漂亮的 你说妈妈 你抱妈妈 妈妈拒绝你 你看今天妈妈主动往你怀里钻 所以说她老了以后 她就像小孩一样 她向我们要求 要得到温暖 好不好 我们大家一起祝福她们 谢谢 祝你们幸福 谢谢 来 请回 谢谢 感恩 感恩 祝她 好好 参加妈妈走吧 还要注意身体 再见 谢谢 我录这个题材又让我们想到MH370 这事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好像到现在为止 大家伙好像已经慢慢接受现实了 但是在那架飞机上 还有多少孩子 对自己的父母有的骗子 却没有时间来不及回放 所以说抓紧时间 完美告白 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欢迎收看由珍珠美白养足专家 金润珍珠冠名播出的辽宁魏史 完美告白 我们下周三晚九点五十 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